嘿,小伙伴们,大家好,我是木头刀的鱼,木鱼啊,小铃铛 嘿,小伙伴们,大家好,我是小铃铛 欢迎收看我们这一星期的凡人修仙传 嗯,感谢小伙伴们的收看,小伙伴们的视频要记得点赞,订阅,推荐,订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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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 好了,咱们先回顾下上期视频的剧情啊,上期视频 我是讲我的境界,提升到了,化身初期 面对我的第一个雷阶,我依靠自身的实力 当然,还有这个什么太极图,太极图的帮助 嗯 如果当时我不制作这个太极图的话,应该以我自身的那个实力,呃,度过第一个雷阶,是没有问题的 好了,咱们这期的话,那个,嗯,这期咱们就按照小伙伴们的要求,制作一把那个五戒的法宝,叫做雷击木剑 这个雷阶木剑的话,首先咱们得去找到那个桃木灵 他所需要的材料,嗯 当然,他的全制武器的话,就是这个血木剑 血木剑的话,他需要桃木剑,以及那个血桃木 血桃木的话,嗯,我咨询过作者 作者说那个,他是有一定几率在那个什么桃树灵,呃,生成出来的 包括这个雷阶木剑,哦,不对,雷阶木,雷阶木的话就更加稀有了 好的,桃树灵的话,我记得在这边有一片 就这个 这个桃树灵,哦 首先咱们得那个,呃, 如果点这个桃木,先制作一把那个桃木剑 雷阶木的话就就会随机生成的是吗 呃,他生成的几率比那个,呃,血桃木要低 诶,等等 我血桃木,血桃木 我看到血桃木了 雷阶木剑的话,咱们 雷阶木的话,咱们需要用到,用到那个引雷符 来,来,来,来那个,让雷批一下这个血桃木 我先,你,你来我这,来我这,我先回炸一趟 好的 这个桃树,哎,他怎么就炸了,你先待在这儿,我回去拿,拿点那个引雷符 引雷符的话,我这现象做了挺多的 血桃木颜色是深一点吗 好,我过来了 先让你们看一下 首先咱们得手拿着这个洛雷符 然后那个,呃,右键瞄准 诶,没发射出去啊 咯,他就变样子了 就变了变了变了 就变成那个雷阶木了 再多弄一点 哇,这一棵树都劈成这样子了 他一到雷只能批,只能批一个 好吧 去砍咯 上面的也让他批一下 快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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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给他扑面扑面 不然的话被,被火烧掉就跑了 先撸吧,先撸吧 这上面,这上面这个,我也让他变一下 OK 看什么,看什么大型小怪的 我刚刚丢出来,你就给他批没了 哈 谁让你丢出来,你个半家老娘们 拿着手,拿着手上不好吗 我看一下旁边还有没有 我看一下旁边还有没有 给你 上面还有那个,我自火 完蛋 被火烧掉一个 好了,给你 好,OK 这里这里,这上面还有 好,上面还有 好 我去,我去找一下那个血糖墨 好 我这边还在砍一点 哦,我这个时运砍出来好多个呀 六个 九个 这附近应该还会有 我去找着砍 武当听众 哎,这边 这里还一颗 我两颗 你现在那边弄着 我把这边这个砍了 这个有点高 雪头墨咱们也需要 我看一下 雪头墨的话 那个它需要 需要多少的材料 需要 3 6 10 10 7 加6等于13 13个血 13个那个 雪头墨 你就砍了吧 11个 我这边还有雷吉木 还差两个 哇,啥个啦 对呀,我刚刚砍了好多个 雪头墨 OK 哎,这是什么木头 这个颜色也不一样 你看呀 你靠近它之后 它会那个显示的呀 没显示 再录两个 等一下 让上面 让下面的给它变一下 柠檬圆木儿 柠檬圆木儿 我还以为是什么 好厉害的东西 应该是 应该是别的模组的 哦 差点忘记了 我让那个 作者大大把我 把那个专属 专属件的话 让它兼容了 那个 附魔台 所以待会 咱们再把专属 专属武器的话 就可以去那个 高级附魔台里附魔了 可以孵到 可以孵到一个 特别酷炫的技能 你看 我挖的是不是多一些 我的有时韵 好 OK 符合还在时韵的 我的天哪 差不多了 差不多过了 过了 雷吉木剑 我看一下 雷吉木剑 对 还需要5级的莫属性腰单 莫属性腰单 好像5级的腰单 好像在咱们家里面没有了 咱们待会得拿点零食去买 好 首先合成这个陶木剑 陶木剑的话需要木棍 来吧 咱们把 咱们把这繁琐的过程 直接跳过了吧 嗯 好的 好了 终于是把这个雷吉木剑 把它做出来了 这个雷吉木剑呢 嗯 咱们拿在手中 右键之后 就可以激素 可以激活它的那个 特殊能力 特殊能力的话 是那个亡灵杀手5 它的基础伤害的话 是26点 这把武器的话 对于那些小僵尸啊 亡灵生物造成的伤害 非常的可观 然后 去适应这把剑威力的时候 嗯 咱们必须得做一件事 什么事 当然我这把专属拔刀剑 北明昆尺剑的话是 嗯 附上这个欲剑飞行 这个特殊的能力之后 也没办法激活 因为 我这把专属剑的话 右键之后 它不是 那个 建立复生吗 嗯 对吧 就不能 就不能同时激活 这个什么 欲剑飞行的能力了 所以这把专属拔刀剑 专属又拔 什么专属拔刀剑 呸 我这把专属剑的话 那个 嗯 嗯 我还是 再做一把赚时间吧 给他附上那个预件飞行 好 ok 好多去的 切换下定位 好准备好 这样多的事情 叫个哥哥来 换手BGM 让我的战役燃烧 走 跟这么 想要除魔去 去把哥哥 这里为什么会有个使用标记点 把它沾掉 好 就在这个位置 接着呢 纽约 我 chilli 我 你 你 我 在这边 跟着我 找到 到 我 一直跟著我 這個傢伙你想 想奪我的劍嗎 就你這實力 好 這裡有隻苦力怕 哎呀呀呀 哎哎哎哎 順帶 剛剛視角有問題 飛起來一點 啾 巴打 你沒摔什麼 沒有 我吃了那個神獸血 所以沒事 咱們想要下降的話 要按住這個Shift 最好的方式還是選擇 選擇一處有水的地方下降 是的 下降之後他 這把那個 嗯 蜂勇玉劍飛行的 鑽石劍就會回到你的手中 嚇人嚇人嚇人 交給我了 楓年豬是吧 來 這傢伙不是那個 亡靈生物 我怎麼一下又飛這麼高了 剛剛應該是 激活了我的那個 舞蹈天雲粽 咦 沒事了 我的天吶 我吃了這個神獸血之後感覺 好厲害啊 等一下 我要 我要這兩個高的地方 遇見飛行 你怎麼 你怎麼又狗啦 我還吃了神獸血呢 這酷骨怪是吧 敢欺負我妹妹 不玩了 給我趴啥 我對這個遊戲 傷透了 得去找小殭屍打 周圍都沒看到有一隻小殭屍啊 感覺到七七 感覺到七七 想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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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呦 騎在這個箭上的時候來打 打怪有點不方便 我又一爺回到了解放前 好 畢債姆 再次向前 誰打我 小殭屍 剛好對你有特殊的那個 傷害 這隻打了 不管你是不是 哎 小殭屍 我基本上那個 這些小妖都是一件一個 有個隱身的怪 還操我丟藥水 打不著你是吧 面對疾風吧 就這個東西 這個東西 我的天好大一個火球 他的那個介紹是 小殭屍是好大一個火球嗎 別碰 別碰到我的那個 別碰到我召喚出來的風 他會對你造成傷害的 他會對你造成傷害的 這個女巫竟然還是那個 這個女巫 我怕你嗎 我怕 反正我真的是我 不會升級了 你確定這句句報復 你不玩一下嗎 不玩 我一點都不想玩 特别好玩 不 拒絕 本來好好的都已經 我刚刚好像躲过 躲过小白的剑尸了 我现在是化神经典 对啊 我都快可以 我已经结单 结单后面那个什么 这小哭哭怪 原因那个好像是 刚好我这把北冥昆瓷剑的话 他现在等级9 再打几只怪的话 他可以升到等级10去 等级10之后 他又会激 他又会那个 进化出其他的那个 激活他其他的属性 这个其他属性的腰蛋 应该是风属性的 金木水火土应该就是几个属性 谁是我 小丹师 在我面前囂张 他们说看我玩的话就是没几十几次 本来就是好吧 我这家伙移动速度好快 这个小的 好升级了 套剑绿玉剑 配 北冥昆瓷剑 我们上了 就这个小家伙 遇见飞机 看一下有什么效果 哇有伤害吸收了 我的剑灵暂时 他暂时进化 这一只地狱几场花怪 这里有一只地狱几场花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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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飞太高了 我飞太高了 面对鸡风吧 小心点小心点 不要被他打到 打人特别疼的 没事我被他打好几下了 先把把我的那个 捡回来 你伤害怎么这么低啊 我伤害一直都很低啊 没有掉腰带吗 好气哦 遇见飞行 诶 这个黑色的家伙 识怪 刚好用这个雷击木箭打他 什么东西又得打我 我的衣服快爆了 又一个胆 面对鸡风吧 好回收 这里有两只 等一下我背包买了 瞄不起 北冰坤吃剑 一个瘦 过分用蜘蛛网缠住我 是的有一些蜘蛛真的很恶心 小心那个僵尸槽 特别是那个地狱几 地狱几强化的僵尸槽 他基本上可以 可以把我给 一几秒杀 哎呀打不中你啊 哎呀打不中你啊 好解决了 打死打死打死 又来两个 小小绿毛狮 你敢在我面前造射 面对鸡风吧 面对鸡风吧 哎呀 你怎么又死了 我死 这是很正常的事 这个小家伙 抓了B还想跑 我这只 这只苦力怕的眼睛 面对鸡风吧 又来几只了 我要二死了 我要二死了 这个北冰坤尺剑 这个剑力 他待会会 凡事 要施主了 你有吃的吗 有有有有有有 家里有一堆吃的 我要打了好多仙人掌 那个 吃起来很快 好OK 来吧 咱们这期 也差不多该结束了 就先结束了吧 我先飞起来 飞高高 这样的话就可以省去咱们 通过消耗灵力 来开启飞行了 嗯好的 我的下巴居然中了一箭 我的天哪 这个小白是怎么射的 射的这么准 我总是打了Boss他 我的效率怎么这么低 好了 那下期再见小伙伴们 咱们这就是这条视频 就到这里 结束了 感谢小伙伴们收看 下期再见 拜拜 拜拜